今天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是再度排审了选霸法的修法 而在今天呢 登记咨询的委员的发言 大概有60多个人 所以其实人数是非常的多 国民党的招委徐信怡他就表示说 发言的时间是给大家4分钟的时间来发言 但是这个消息一公布之后呢 民进党立委是相当的不满 认为说4分钟怎么有办法 针对一个这么复杂而且至关重大的议题来做说明 双方是在委员会里面吵了起来 带你来看现场的画面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趕快開會 不要吵架 開會 請大家注意會議的秩序 第一次宣道是4加1 後來張招偉提議了 本席就說5加1 所以你們在吵鬧中沒聽清楚 我有聽證好不好 可以看到雙方真的是都相當的火爆 國民黨立委牛許婷還站在中間 舉起手來說 要大家不要吵架趕快來開會 因為今天登記質詢的委員 實在是人數非常的多 而為什麼會吵架呢 其實原本是民進黨立委認為說 徐興宇說4分鐘加2分鐘的發言時間 抗議之後改成5分鐘加1分鐘的時間 其實兩個加起來都是6分鐘的時間 他們就質疑說 是不是國民黨是在騙大家不會算數學呢 但是徐興宇他也表示說 其實他一開始就是說4分鐘加1分鐘的時間 是民進黨立法委員他們自己聽錯時間